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绝妙想法看似微不足道 却能够激发层出不穷的绝妙创意 这些想法都隐藏于酣睡时我们的大脑中 那么怎样释放这些想法呢 就是睡觉 有时候睡眠不足成了男子汉气概的象征 不久前我和一个男生聊天时 他和我吹嘘前一晚只睡了四个小时 其实我想对他说 不过没说出口 我想要说的是你知道吗 要是你能多睡一个小时 我们的谈话会比现在有趣的多 现在有一种睡眠不足叫做虚荣心作祟 尤其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如果你想预约一顿早餐 比如八点钟怎么样 他们会说八点钟对我来说太晚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你见面之前 先打上一局网球 再打几个电话会议 那么他们会认为 这样意味着他们是如此的忙碌和高效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当下我们有十分精明的领导者 在商界金融界政界 他们却做了许多糟糕的决定 因此高智商并不是成为一个 好领导者的唯一先决条件 因为领导力的秘诀在于 能具有超乎常人的预见力 因此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各种危机时 在个人层面上 睡个好觉对我们有利 在我们生活中 睡个好觉能够带给我们 欢愉感激和高效 它对我们的职业发展有利 同时睡个好觉 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因此我极力建议 各位合上双眼 发觉深藏于我们思维中的妙思 停止机器般运转的身体 并发现睡眠的魔力 以上是演讲的内容分享 一句话概括 这个泰德演讲 想要表达的意思 高质量的睡眠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幸福指数 以及做出更英明的角色 但这就会成功吗 当然夸张了 了解一下演讲者 贺芬顿 美国某政治博客创始人 经常就一些时事 发表观点评论演讲等 所以难免表述夸张一些 但是这四分钟的演讲中 确实也收到了一些关键信息 很多人认为工作时间长 等于工作努力 现在有一种睡眠不足 叫做虚荣心作祟 很多职场人士 尤其是成功人士 习惯于把自己的日程 排得满满的 显示出自己非常忙碌和高效 另一点 高智商的领导者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不是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超乎常人的预见力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因为领导者是做判断和决策的人 高智商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完成决策 这个跟睡眠充足是否有关系 演讲里面有直接说明 我也并不觉得这具有必然关联 但是睡得好了 脑子自然更清醒 这样做出正确决策的几率应该会大很多 通过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重新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 关心自己的睡眠问题 我和小编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笑了笑说 自己经常是已经躺在床上 但满脑子都是事情 想睡却睡不着 又担心失眠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于是想赶紧睡着 但心里越这么想 反而越焦虑 越想越是睡不着 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呢 最后整理了几个科学实用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 当大脑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 要在心里对自己默念停止 打断并阻止那些闯入脑海的思维 这种方法叫做思维阻断法 其次不要强迫自己入睡 当你顺其自然 抱着睡不着就算了的心态 反而会更放松 更容易入睡 如果你强迫自己睡着 反而更焦虑 更难以入睡 那如果真的睡不着 就别躺在床上 床是用来睡觉的 如果你躺在床上 超过20分钟还无法入睡 那就下床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事 让自己放松下来 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去睡觉 要知道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能够睡好觉 对人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真的很重要 最后 祝大家今晚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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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决定的爱只要爱这就好 要抵达最美的远方 难免会有一些波涛 眼神中藏着多过眼 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狂 拥抱特别又冷转抵抗 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 要求算不算太高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寂寞的时刻被你交流 用在你身旁 生活去全世界奔向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脆弱的时刻用你交流 从梦头年少 一直做到天花年老 你的所有每个彼此收藏 爱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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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不动的计划 决定的爱只要爱这就好 要抵达最美的远方 难免会有一些波涛 眼神中藏着多过眼 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狂 拥抱特别又冷战对抗 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 要求算不算太高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寂寞的时刻被你交流 等在你身旁 生活去全世界奔向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脆弱 那时刻用你交流 从梦头年少 一直做到天花年老 你的所有每个彼此收藏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寂寞的时刻被你交流 能在你身旁 生活去全世界奔向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很需要拥抱 很需要依靠 很需要脆弱的时刻用你交流 从梦头年少 从梦头年少 一直做到天花年老 你的所有每个彼此收藏 爱更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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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